歡迎收看東西走的橋 我是偉恩 今天呢 我們要來帶大家用山手線一日遊 那我們會以最北邊的田端站跟最南端的大旗站為奔介線 然後今天要玩的是東邊的大站 那首先呢 我們的第一站就來到日幕裡吃早餐 我們的早餐要吃的是CB Tokyo Store 那這家店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來自澳洲式的咖啡廳 對 早餐來囉 我偶點的是一個這邊經典的訂飯的早餐 然後它有就是半熟蛋 酪梨 然後跟這邊特製的好像是酸的酵母的吐司 然後跟一份沙拉 然後另外呢 我還單點了一杯就是Ice Long Blank 就是有點類似的冰美式 它除了咖啡以外 其實有賣一些日雜 是一些餐具啊 廚具等等的 然後又有做自己的T-Shirt跟帆布袋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種很日系的餐具 我家裡自己就買了蠻多 我們吃完早餐了 來簡單講一下心得 首先就是我覺得它的那個麵包本身就非常的好吃 它是有點像那種偏硬的扎糧麵包 但它麵包不會讓你覺得很乾 而且吃起來是越嚼越香 然後裡面有一些那種古物啊 也是吃起來會增加一些香度跟口感 然後再來另外就是它的那個酪梨 因為酪梨最近這一兩年我還蠻喜歡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好吃的食材 最後就是它的咖啡 我點的是Ice Long Blank 就有一點像冰美式 然後它的咖啡喝起來是有點帶酸 然後沒有什麼苦味 喝起來雖然是偏淡 可是我覺得咖啡香也是蠻夠 有一點Fruity吧 就是我其實是我蠻喜歡的咖啡的種類 所以整體來說我給這家店還蠻高分的評價 然後再加上它的裝潢就是還蠻對我的口味的風格的 那我們接下來的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要在日木里站這邊的 古中銀座商店街逛逛 趁著我們走去商店街的路上 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三手線呢 它有別於以往我們比較常做的 可能地下鐵的一日遊啊 它是從A點到B點 那因為三手線它本身是比較少見的環狀線 而且呢它東京的大部分的大戰 它都有經過像是什麼新宿元宿啊 像野秋葉園這些的 所以呢 這次的影片呢 這兩集東邊跟西邊呢 其實可以說是算是難括了這個 東京比較重要的景點 那你要說它是 等於是東京行程的安排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嗨大家 你們正在安排秋天的日本旅遊了嗎 之前介紹過大受歡迎的 次期次期日本住宿優惠 現在正式更名為素洗素吸 並且重新開放囉 在網站購買優惠方案後 就可以自由選擇 全日本220間合作飯店 概念跟旅展的住宿券一樣 比方說 預定11月17日到22日的 冬極State逐地 在訂房網上的價格是 台幣24,000元 使用素洗素吸的五碗方案 價格是日幣73,000 折合台幣約16,000不到 可以省下8,000台幣喔 當然這個是比較優惠的例子 因為11月是賞風賞一姓的季節 東京都心的住宿又貴又難定 也因為太優惠了 住宿非常的熱賣 大家記得先去網站看好 自己想住的日期跟地區 有沒有適合的飯店 確定有空房再購買方案喔 這次重新開放還新增了 最多9天的方案 提供更多自由搭配的空間 配合的飯店都是知名的連鎖集團 品質都有一定的保障 大家可以放心的預定 網站也有全中文 使用說明都很詳細 任何問題都可以洽完美型客服 素洗素吸網站 以及完美型客服連結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正在訂房的朋友 加緊腳步去搶優惠吧 喔對了 之前推薦過 可以在網上訂貨 直接在日本機場取貨的 完美型免稅購物 現在有最新的折扣碼 而且有賣各種熱門伴手禮 要裝電器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暫停下來截圖喔 我們從剛剛那邊走路大概5分鐘 就來到了古中銀座商店街啦 因為現在才10點的關係 其實大部分的商店都還沒有開 通常大概 通常大概比較常見的時間是11點左右 店家才會陸續的開幕 大家從這個商店街的風景啊 建築應該就可以感覺得到 它的那種復古懷舊的風情 而且其實歐美遊客啊 特別喜歡這種很有日式復古風味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邊歐美人超多的 你看真的完全沒有sale喔 剛走過來經過的bill個人 全部都是歐美的遊客 那雖然現在店家都還沒有開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所以我們有很多空景 像我後面這家的合力鴨 它是專門賣栗子相關的 就是甜點啊 然後我們之前有吃過 不然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所以它的價格稍微貴一點點 這家還沒有開的肉的suzuki炸肉餅 也很有名 這家店啊是賣酒的 然後大家可以坐在門口的位置 買一杯啤酒來喝 夏天的話應該是超級涼爽解渴 其實有一陣子沒來 然後我發現這邊啊 有蠻多店家都已經更新了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來看看 因為現在時間還比較早 所以今天的這個行程呢 可能比較建議的時間 是大家可以在剛剛的咖啡廳 然後或者是稍微晚一點出門 大概11點的時候帶到這裡 這樣這邊的店家 基本上應該就會差不多都開了 另外在古中移座商店街的 另外一個入口啊 這邊這一棟建築物的二樓 有一家叫做建真堂的咖啡廳 那它還蠻有特色的 它除了賣就是咖啡啊 然後還有一些日式的茶 跟甜點之外呢 又有賣一些和風的小日雜 另外古中移座商店街這邊還有一個特色啊 就是這邊這個應該是夕陽的斜坡 或者夕陽的階梯 因為這邊在日落的時候 從這邊拍過去 可以拍到古中移座商店街 然後跟一些夕陽的顏色 還蠻漂亮 我們從商店街走路大概五分鐘 就來到日木里站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前往我們下一站上野 大家如果看這個站牌仔細觀察 其實它有貓咪的耳朵 貓咪的手掌跟貓咪的尾巴喔 因為上野站比較大 建議大家可以出來之後呢 往中央口的方向 然後呢 往這邊走出去之後呢 就可以到阿美恆丁啦 我們現在人來到上野車站的對面啦 那今天呢 因為行程時間安排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只會簡單逛一下 玩具店山西六亞 然後呢 以及阿美恆丁這兩個地方 然後順便一路散步到秋葉原 那如果大家呢 想要花更多時間在上野的話 或想知道上野有什麼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頻道搜尋上野 那另外呢 因為今天的行程呢 是三手線把它拆成兩天 玩東京 所以 如果你喜歡玩比較輕鬆的話 其實 這個行程你拆成五六天啊 去玩那一天大概安排兩三站 也都沒有問題喔 這家山西路亞一整家 都是賣玩具的 還蠻爽的 門口就各式各樣的扭蛋 重點是 這邊有一個吉喀瓦專區 超可愛 嗨 這裡有巨量的吉喀瓦扭蛋 這裡各式各樣的小東東超多的 我覺得很喜歡買玩具類的人 進來就會瘋掉 這都Q版的好可愛喔 這邊還有一整面遊戲王耶 好可愛喔 吉喀瓦已經佔據這家店 一樓所有空間 哈哈 人氣過高 這邊有超級多產品可以買 真的會直接瘋掉 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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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吉喀瓦 還有最近也很好的排球少年 都決定還是扭一個五百塊的 好可愛喔 欸咻 欸咻 吉喀瓦本人耶 好可愛喔 本人長這樣子 超可愛的 我們從上野車站的應該是不人口 跟上野公園正對面一過來 接下來要逛阿美恆丁 接下來的行程 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但是呢為了預防 還是真的有沒看過的新觀眾呢 我再簡單講一下 我們從上野的阿美恆丁這邊的 車站出來的入口呢 然後一路走阿美恆丁 阿美恆丁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有非常密集 然後據說呢 是比較便宜的藥妝店很多家 然後這個從頭到尾大概有六到七家 所以在這邊一次就可以把藥妝買齊 那另外呢 阿美恆丁這邊呢 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傳統市場 菜市場 所以這邊呢 也有賣蠻多當地的小吃阿 乾貨阿水果 然後包含像厄木果子這種 乾貨阿零食餅乾的店 那總之它就是一個 非常好買藥妝零食跟餅乾的一個 非常集中的地方 幫我老婆買了兩罐這個 第一三貢的腸胃藥 因為它腸胃不好 所以換過蠻多種 然後最近覺得這種好像還蠻好 蠻有用的 這邊有一家三ドラグ 再一家松本清 然後大家可以Google Maps一下 我剛剛這個主幹道 往這邊方向左右轉進來呢 就可以看到二目的果汁 然後這邊真的是什麼鬼東西都有賣 糖果、餅乾、乾貨 平時你如果沒有時間去太多地方的人 來這邊一站購入 全部你想買的東西基本上都有 不管是朋友家裡買的餅乾阿 媽媽家裡買的這個昆布阿 燉湯用的阿 全部都有 然後這沒有業配 謝謝 這裡其實也有一家小小的 唐吉科德 我不知道唐吉科德竟然有賣 眼睛眼鏡、日拋耶 因為我最近留長頭髮 所以想說來買買看 好像有蠻多人推薦的髮油 它是造型品的髮油 然後叫做TRACK OIL 然後第一號、二號 看來三號是賣最好 三號已經賣完了 這家店看到Rimova 經典的那個款式 但其實我剛剛算一下台幣也要7萬 我太清楚這樣是有比較便宜嘛 因為現在夏天真的太熱了 然後沒有出這種瞬間冷卻包 感覺是暖暖包的相反 冷冷包 好我剛剛買完那個TRACK OIL之後呢 想要繼續往秋葉原的方向前進啦 我們就從上野公園的方向 往這邊一直走 可以到秋葉原 那因為今天天氣蠻熱的 而且我剛剛逛街逛的也有點累啦 所以呢我現在想要去一家 我之前有吃過在 上野跟秋葉原中間的 很好吃的青子丼 然後看看是不是能夠吃到 到了就是這家TRACK OIL 自然丼 大家搜尋自然丼 然後打航過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進去吃吧 這個特上青子丼 限定只有20分而已 所以通常都是吃不到 我上次是吃這個上青子丼 好吃飽啦 那因為今天那個 我坐在櫃台位置的關係 所以呢比較不是那麼好拍 我們就看一下我上次吃的心得吧 吃飽囉 這家真的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青子丼 然後簡單分享一下心得 這家在TRACK OIL 3.77分 算是還蠻高的 然後它青子丼好吃的地方就在於 我今天點的是上青子丼 然後是1500塊 它的雞肉啊 不管是雞胸肉或是雞腿的怕 都完全不柴 那有一點點的口感 然後吃起來非常的水嫩 然後再來就是蛋 它的蛋啊非常的香甜 然後而且呢 青子丼的蛋因為會分兩次煮 所以第一次下去的蛋 就是會有比較熟比較香的味道 那第二次的蛋呢就會比較生比較甜 然後比較滑嫩的口感 然後我覺得它的飯也很好吃 所以你一口吃下去就會有醬 然後會有蛋的香甜 然後會有雞肉的味道 然後飯也很好吃 然後總之它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青子丼 然後大推給大家 然後另外它每天會有20份限量的特上青子丼 然後今天已經賣完了 下次想跟Bob一起來吃吃看它的特上青子丼 其實我們從剛剛餐廳那個巷子這樣走過來 馬上就到秋葉原啦 還不到五分鐘 然後這一個是莫廣町站的地方 如果有認真看東橋影片的人 其實應該知道我的這個定番的行程啊 路線都是蠻固定的 但是你其實東京熟了之後啊 就可以把這一些不同的地方的行程 然後利用地理位置去加入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啊 我除了打三手線之外呢 我到了上野站我就知道說 喔其實秋葉原到上野這邊啊 我可以用步行的 而且中間呢有哪些餐廳啊什麼 就是當你東京玩到熟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組合安排 然後去你最愛的地方啦 秋葉原就不用我多說啦 各式的扭蛋啊模型真的是超級多的 這一次我也決定應該來找幾家店逛逛 這邊都是我支援跟Bob 在夾娃娃有看到或夾骨 然後這隻我們昨天兩百塊夾到 然後這邊賣的話是三千五 所以如果大家對夾娃娃有興趣的話 可以練練看 搞不好可以用便宜的價格夾到 這一隻我昨天也是大概一千七百塊夾到 然後這邊是賣三千五 但聽說這裡是有賣比較貴 好像市場均價大概是兩千多左右吧 剛剛隔壁賣三千五 然後同樣一隻這邊就賣三千 所以大家其實記得比價一下 這家博多蜂龍拉麵的隔壁 櫃櫃巷巷裡的一個 Gachapon會館 這邊就是專門賣扭蛋的店家啦 這邊其實也有一家很大的唐吉喝的 但因為我剛剛已經逛過我就不逛 然後我這次的路線主要也是從 從剛剛那邊一路走這條大馬路過來嘛 然後在這條路的兩側左右兩側逛 其實就還蠻多東西可以逛 好這家就是夾娃娃 然後還有一些大型機台遊戲 這個也是連鎖 剛剛在上演這邊也有 這家的話我記得也是賣一些中古的動漫的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想去這邊看看 然後隔壁這家 Big Camera 跟Yodobashi Camera 在車站內夾 這兩家呢 就都是賣電器的好地方 等一下我也想去逛逛 因為想要看一下最新的Dyson 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要看這一支最新的這個直髮夾 然後也可以吹頭髮 這邊看起來是賣53800 然後免稅的話是48910 然後如果還可以再用家電打那個7%的話 應該又會再更便 這邊也還有一些最新的吹風機啊 我的是第一代了 跟這個已經有差了 之前想要買這台A7C還蠻久的 那我記得它好像已經出了第二代了 還有這個 A7C2 之後如果買單眼的話 想要買這一台 剛剛在那個Big Camera 還有上演其實都逛了蠻久的 所以現在行程有一點小小delay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 自己是蠻會逛街的人的話 那我們的行程就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可能把它就是真的拆分成幾天 這樣你自己逛起來也會比較爽 那我們秋月園的行程就用夾娃娃做個結束吧 都來到這裡怎麼可以不夾呢 我們現在來到JR車站了 我前往我們的下一站東京 大家我們現在抵達東京車站了 然後我們目前人還在站內 那因為這邊的話 如果要認真要逛是逛不完的 有興趣的人 一樣可以去我們頻道搜尋 東京車站的地下部分的全攻略 我們有非常詳盡的解說 那今天呢我就帶大家 簡單快速的逛一下半首里 然後還有一帆街 那站內的Granstar可以逛的就是這個 山手線 出口一下來這邊有一條通道裡面 全部都是半首里 4號跟5號的中間 在4號線跟5號線下來的這中間 就有賣一條賣半首里的街 然後這個半首里其實都算蠻夯的啦 大家可以看自己喜歡的種類買來吃吃看 那關於半首里我們也有另外的影片推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我們的頻道搜尋 半首里 對 然後剛剛從那個名產的地方 轉過來這一條街 這邊也是一樣有賣名產 然後這邊有法國的馬卡龍 Laudery 然後這個志義朗的布丁 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Maison Cacao 很好吃 大家 但這不能應該不太能帶回去 因為它要冷藏 但是大家可以買吃吃看 它的那個生巧克力真的超好吃 這是來自於 連倉的一個生巧克力的品牌 好那這邊這一條街 是位在5號跟4號的中間 接下來我們要去一帆街 那大家要記得 玩之內 最側就是東京的車站 JR那些的 Metro那些的 然後如果你是要做新幹線的人 記得是在八重洲 那因為一帆街是在八重洲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路的話 就記得往八重洲的方向走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路標也有寫 八重洲北口 然後地下一樓就有東京車站一帆街啦 大家記得要出站喔 從那個剛剛的東京車站裡面 走出來八重洲北口 轉個彎 那這樣就到東京車站一帆街 我們地下一樓還有這邊其實也都是啦 還有一二三 地下一樓一樓跟二樓這樣 我們就主要主攻地下一樓的一帆街晃晃 那因為我們今天吃的東西 已經都有吃到 所以然後逛街也要逛到 那東京車站的一帆街 我主要應該就會主攻 Character Street 結果來地下街 就看到吉伊卡瓦的專賣店 崩掉 去上野跟東京車站都難逃吉伊卡瓦 那除了吉伊卡瓦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啦 像懶熊啊 然後也有老朋友的Carmen Rider One Piece的草帽商店沒有開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好可夢 好像搬家搬到樓上還是 的樣子喔 那這邊就是這裡所有的角色啦 那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就是吉伊卡瓦 吉普利角落生物 阿比小星 哆啦A夢等等的 卡啾 因為太累了 就從東京坐一站到有樂丁 那因為有樂丁這邊呢 其實已經非常接近銀座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休息完之後的行程就是在 銀座這周遭隨便逛逛 然後我個人是想要去 無印良品晃一晃 其實東京車站 遊樂丁銀座這幾站啊 都不遠 走路的話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走這三個地方是可以互通的 那只是說因為 現在東京夏天其實還蠻熱 所以我覺得大家步行的時間 自己也是要抓一下 不要熱到 然後像我這幾天都 台片一直曝曬在太陽下 其實就覺得真的 體力消耗特別快 那我們大概走個五分鐘 就來到這個 我愛逛的銀座無印良品旗艦店 每次都一定會介紹一下 因為這裡有 無印良品的Hotel 然後也有食堂 而且這家店就是還蠻大一棟的 不管東西的種類啊 或者是貨量都非常的齊全喔 在我們那棟無印良品的對面啊 正對面 其實就有一家超大的UNIQLO 然後之前我都是逛那個 在銀座大街上那個 六七層樓的 無印良品的店 但其實我後來有查過資料發現 這一家的UNIQLO啊 好像又更大 或者是至少也是 差不多大小的旗艦店 所以我這次想要去看看 那像這種比較大的店 可能就會賣比較特殊的東西 像這一家UNIQLO就有賣花 它這邊只有1到4樓是UNIQLO 那除了花店比較特別之外 它這邊也有UNIQLO Coffee 然後裡面的話 就跟大家熟悉的UNIQLO差不多 只是它這一家店的 一層樓的腹地就還蠻大 UNIQLO C系列 三四樓男女都有 我記得男生好像是 最近才有加入C系列 不知道這個資訊是不是正確呢 這個袋子之前來日本超夯的 在路上可以看到超多人背 UNIQLO C系列 男生的 好啦 這個外套看似是還蠻時尚的 冰松丁這一站呢 大家應該會比較陌生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辦公大樓的區域 不過這裡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景點 那就是 這張東京鐵塔 沒錯最後一站呢 我們結束在這裡 其實就是為了要帶大家去看看東京鐵塔 還有在它下面的增上寺 步行大約15分鐘 所以可以來到增上寺 接下來呢可以再一路走到增上寺後方的 中京鐵塔 下一時間大概是晚上的六點 然後可以看到 目前 遊客的數量其實是非常少的 感覺似乎是一個拜訪的還不錯的時間 雖然天色可能 比較尷尬 就是 塔沒有點燈 然後可能也不是很亮 但因為人比較稍微少一點 所以拍體照來 也比較 舒服 人比較少一些 原本呢是可以從這邊一路繞到一個子公園的地方 但是我看這幾年好像都在整修 所以呢 我們就還是 沿著原路走回去剛剛的門口 然後走另外一個入口 到上面去看東京鐵塔 從增上寺門口出來之後 向右轉 往這邊直走 走一下下之後呢 右手邊 可以看到這一個 門 然後從 門左邊 走道上去就可以了 今天的很多路線 包含 上海道休業園 或者是這個 冰松町的大門 到 東京鐵塔 之公園的這個路線 相信 東橋的老觀眾應該非常熟悉了 那我覺得我們目前東京 旅遊的玩法其實就是把 東京很多知名的大典小典 然後包含還有我們自己 才知道的 know how 做很多不一樣的組合 然後在每次這個旅遊的過程中 我也會去找一些 我之前沒有吃過的 名店 餐廳 有時候想想也許這一些 對我來說才是 目前拍攝當中最大的樂趣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畫面 我是看不到東京鐵塔 因為我是為了拍我跟塔的 合照給你們看 接下來呢 因為拍攝行程安排的關係 我們的檔案呢 就會是之前去走過一樣的路線 所拍攝的 不過內容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我們要離開這個大平台之後呢 往這邊走 然後接下來 往東京鐵塔方向走 我們真的滿推薦大家 從資公園那邊 然後一路散步到東京鐵塔 然後沿路都有滿多角度 可以去拍攝東京鐵塔 好啦也推薦大家 就是如果有機會 我還可以登上東京鐵塔看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 choir